作者 耳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418集 夺宝 这么多年来 我找遍了整个古神之地 不惜极大的代价 终于被我找到了这隐藏极深的最后一个记忆传承结晶 融合了此物后 我想起了很多东西 这些年来 我常常可以感受到 这星球内部有一股奇异的力量正在慢慢地生长 与我古神异族的幼子成长相差不多 这股力量便是你们修士口中的修行之精 通过此物 我的封印就可以出现破绽 从而以幻魂之术离开此地 这一切 还是要感谢屠斯 当年他选择此地分神 却是使得这里的一些土著 居然把他奉为神灵 这件事情便是那最后一个记忆结晶之内所记录 我还知道 屠斯给了他们回应 让他们制作了古神祭祀之处 虽说现在无数万年过去 那些土著也早就灭绝 但仙仪族躲避的地下深处 却是那土著部落的最后一个古神祭祀之处 在那里 我的一些神通可以略微施展 在那里 仙仪族的那个小辈常年沉睡 为了得到修行之精 我不惜极大的代价 暗中帮助那蛮黄小族的小辈 从十一夜提升至十二夜 使其全族冲出封印 杀入修士之中 这一切都在按照我的计划执行 修行之精 存放之地终于打开了 王林 我的使者再次遇到了你 你的变化很大 不过 我托森此生 如何能忘记你呢 你的向往 你的神识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内心 你跑到哪里 我都可以找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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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森仰天大笑起来 他的笑声啊 传遍整个邪海 使得邪海内的浪涛立刻澎湃 卷起大浪 四下冲击 他眼中鸿芒大闪 似乎比之邪海还要浓重数倍 王林 我托森脱困之日 尽了 吞了你的传承 我便是古神 八星古神 到时候 这个星空谁还是我的敌手 哈哈哈哈哈哈 随着托森的狂笑 血海之中传出几声吱吱的声响 但见两只小猴从血海内露出头来 一跃之下跳到了托森身边 这两只小猴眼中散发出妖异的鸿芒 此时此刻 在朱雀墓内部 那留下阴森一笑的老者目露鸿芒 在他的肩膀趴着一只小猴 他的目中啊 鸿芒更生 小猴直地叫了一声 老者眼中鸿芒一闪 转身看向远处 一看之下 鸿芒顿时又亮 他来了 老者身子一动 正要向前踏出 就在这时啊 他肩头的那只小猴立刻嘀吼一声 老者脚步微顿 沉默少请 转身离开 他的目标啊 是这朱雀墓内部的中心位置 老者奔走中 那小猴回过头 摇望后方 眼中鸿芒闪烁 这老者速度极快 那些出现在其身前的四元缝隙 好似此人可以提前预知一般 往往轻而易举的便一闪而过 速度虽快 但却没有遇到任何危险 在老者离开不久啊 一道长虹 划破天际来到了这里 王林皱着眉头 看了看老者消失的方向 眼中露出思索之色 王林沉吟少许 起身向远处掠去 一路上他小心翼翼 神石散开 对于那无声无息出现的四元缝隙 他颇为头痛 有此物在 他便无法加快速度 只能一步一步缓慢地行走 两日后 王林飞行中啊 越过一处处沦为虚无之地 目光所在 前方是一大片盆地 这些盆地内充满了一股股破金之气 刺向天空 好似一把把利剑的剑芒 他神石一扫 这里盆地极多 不下数万 密密麻麻连成一大片 一眼看不到尽头 在每一个盆地内啊 都深深地插着一把长剑 虽说只露出一半 但剑芒却是极重 刚一走进这里啊 王林便可以清晰地察觉到 那森森的剑芸 金命魂 王林沉默 他在这朱雀墓内的时间呢 已经不短 此墓内的一切与司徒男所说 差距太大 王林不是迟钝之人 时至今日啊 他内心对于这一现象 已经有了自己的分析 恐怕这朱雀墓 根本就是修行之经才对 我此刻虽说是在朱雀墓内 但同样也是在了修行之经内 所以才会遇到众多的命魂 组成的灵物 所以才会在修行之经崩溃时 出现那些奇异的裂缝 这碎裂就是修行之经的崩溃 王林面色阴沉 遥望眼前一大片盆地 这只是他的猜测与分析 并不能完全确定 所以他要去此地中心之处 看看那里是否有灵山 如果有此山 则表示自己的猜测错误 如果没有 那么王林就可以肯定 这里就是修行之经 王林沉吟少请 神识扫动之下 忽然内心一震 在这片盆地的中心位置 有一个略大的盆地 其边缘被一层寒冰覆盖 散发金光 其内充满了深蓝之色 看不到内部景象 但此地的剑气却是最重 好似穿透天地 散发出一股 辟腻的气息 这气息啊 绝非寻常飞剑 可以散发而出的 这气息啊 王林并不陌生 他在仙界之时 就曾亲眼看到过 与此地相差不多之物 此地 怎么可能会有这等之物 王林双目一闪 眼前这一大片盆地 范围极大 从四周绕过 耗费时间太久 而且在四周啊 一定还有其他命魂灵物 危险程度没什么区别 另外 那中心位置的盆地内之物 让他有一种熟悉感 这种感觉并非是某个命魂 而是总体的感觉 陈阴烧情 王林一步一步走进这片盆地的世界 但当他走出石杖之时啊 忽然远处最近的一处盆地 突然散发出浓浓的寒意 身插在盆地底部的剑 立刻拔地而起 呼啸而出 这是一把极为普通的剑 它三尺长短 两指粗细 通体银白 剑尖指向王林 发出嗡嗡的剑鸣之声 滚 在那剑鸣之中 传出一阵神念 这神念极为霸道 充满了一股傲益 金命魂组成之灵物 没想到 却是与剑魂类似 王林感受到那剑内的神念 目光闪烁 忽然内心一动 此地中心位置的那个盆地内 散发而出的剑鸣 与当年仙界中看到的那些仙剑 极为相似 他右手在楚戴上一抹 立刻仙剑在手 仙剑一出啊 立刻 之前那狂傲之剑 顿时仿佛昊月之下的萤火一般 立刻黯然失色 许立国 王林口中轻贺 仙剑上散出一团黑雾 许立国的身影 从黑雾内幻化而出 他一出现了 双目立刻一转 盯着那狂傲之剑 黑黑笑道 嘿嘿 小子 你家许立国 虽说是半路成为剑魂 你 没等他话说完 那狂傲之剑立刻一颤 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后退 向远处 击驰而去 这一幕 让许立国一争 但立刻便嚣张起来 说道 跑 你家许义 让你跑了吗 说着 他身子一动 卷着仙剑 迅速追去 剑魂 自然需要剑魂来克制 王林轻声道 抬起脚步 向前走去 许立国在王林身前那 开道 所过之处 所有盆地内的宝剑 立刻一一冲出 看到许立国后 顿时后退 这一幕极为诡异 好似这些宝剑 全都惧怕许立国一般 王林目光闪烁 平静地看着这一幕 脚步从容 向前踏出 许立国此刻极为兴奋 连连咆哮 卷着仙剑 这儿飞一下 那儿飞一下 时而大声吼叫 一把把宝剑拔地而起 呼啸而出 向着中心位置的盆地飞去 在那里 这些飞剑立刻停止逃顿 而是飘在半空 散发出浓浓的剑意与寒芒 一路势如破竹 王林跟在许立国身后 向着此地中心位置迅速飞去 此地的次元裂缝啊 不多 一路上 王林只遇到了三个 可见此地是修行之经 第一次崩溃中 少见的几处 并非太过波及之地 越是向深处走 此元裂缝 便越是少见 最后啊 王林几乎展开了全部的速度 好似流星一般 向着中间的那处盆地 破空蹲走 数个时辰后啊 那中心位置巨大的盆地 遥遥在目 远远看去 在那盆地上空 无数宝剑飘散 传出阵阵剑鸣 寒气逼人 尚未临近 王林便可以感受到 其内的那股惊人的剑气 许立国身子一缓 有些不敢上前 讨好的望着王林 说道 主子啊 你看这一路上 我可没偷懒 把所有的剑魂 都帮你赶到这里来了 你看现在 没我的什么事 不如我先回到剑内 等你把这些剑魂都灭了 我再出来 说这样 许立国连忙 向仙剑内回缩 这是 他的身子 刚刚回去一半 便被王林 一把抓住仙剑 向前一扔直下 连带着他 一同抛向 那满是宝剑的盆地之上 许立国尖叫一声 身子立刻全部回到仙剑内 操控仙剑 一闪之下 就要逃走 你若无法给我破除此地 我留你无用 王林冰冷的声音 在许立国的内心回荡 他暗自叫火 内心不断地诅咒王林 但此刻 却是不敢再逃 咬牙之下 硬着头皮连连咆哮 带着仙剑 向着盆地的 那密密麻麻的宝剑群 疯狂地冲去 他的咆哮 通过仙剑传出 那便是一声声 惊天动地的剑鸣 这剑鸣之声 洞彻九天 一声之下 顿时使得 那些盆地之上的宝剑 立刻让开一条通道 此刻 只见盆地内 那深蓝色的雾气中 忽然急剧地翻滚云涌 与此同时 一把弯月之刀 从其内缓缓地飞出 王林眼中露出一丝失望 他之前感受到 那好似仙界之物的气息 脑中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巨富 虽说他也认为 这不太可能 但这种感觉 却是弥漫不散 可惜啊 眼前之物 根本就不是巨富 而是一把弯刀 自古刀剑 便是齐鸣之气 但剑有傲益 刀有匡息 若是反铁 倒也罢了 可一旦有了灵性 成为了魂一般的存在 那么轻易 不会彼此凝聚在一起